最续 第七章 玉山书院 就在秦老认为他多半有几分才干 为着他这种入坠商骨之家的人 人穷至短的行为感到惋惜的时候 宁毅已经迎着清晨的日光进入了玉山书院 为着一整个上午的时间 陪一帮孩子学论语而开始做准备了 玉山书院并没有开在一个叫玉山的地方 这是苏家私办的学堂 当然也会书烧有点关系的外人 但学堂并不算大 主要是过来学的人不多 而玉山则是苏氏老家的一座山明 玉山书院还在距离 苏氏大宅不远的一条街道上 不是商铺 秘密集的街道 因此环境还算清幽 灰瓦白墙地围起来 一小片竹林 请某个大书写的玉山书院的牌 还是有几分书乡氏 书院目前一够四十九名学员 老师七名 其中包括书院的山长苏崇华 就比利而言 狮子力量可谓雄厚 苏崇华本身就是苏家人 早年中过举人 当过几年官 可惜毫无建树 甚至有传言说他犯过事 另外也有两位是高薪聘请的 有过围观经验的老者 除了老师跟学生 此外还有厨娘 杂役之类的下人庶名 苏家对着书院 是花了大功夫的 可惜或者是 这些老师都不甚靠谱 或者是这帮学生 恰都资质愚钝 书院一直没出过什么成绩 之前培养出来的一些学生 在发掘科举无望之后 大抵都进入了 苏家的商户任职 因此这书院的性质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技术学院 若是家中真存了 让孩子走科举当官这条路的 那么他们多半会让孩子 在12岁之前 转去更好的学院 宁毅在这里已经任教三天 苏崇华对他也算不错 并不会因为他是入赘身份 而刁难他什么的 在社会上打拼许久 都已经是成了精的人 没必要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好力道 宁毅其实没什么采取 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因此让他执教的是 刚刚启蒙不久的 十多个孩子 这群孩子一够16名 年龄在6岁到12岁之间 其中甚至还有两名 梳着辫子的小姑娘 都是苏家的亲戚 让他们识些字 之前的老师教完校经 开始教论语 明义每天固定教导他们一个上午 下午则宽松一点 礼 乐 社 玉 算学之类的 主要是算学 其余全看老师的心情和能力 如果在更好更正规的学校 这些东西会更规范一些 也会更加细化 但玉山书岳显然没这个条件 就明义来说 教论语其实相当简单 他固然没有办法将论语背一遍 或者说出某一大句 一个大概在什么地方 但如果只要求绘读 以及做出简单的解释 那就真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任何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现代人 花点时间或许都能给伦语 做一番似是而非的解释 当然是用白话文 尽管在古代 真正的大辱研究四书五经 还是相当深刻 要高深的就特别高深 或许一个明记写的古魂 都能让现代的教授汉言 不过大多数读书人 都没有机会接受太过高深的教育 他们或许看完论语之后 连一本梦子都找不到 但教师的最低标准很简单 说白了能教人识字就行 宁义的前任就是这样的 他教一帮孩子摇头晃脑的读 兴致之志会对中文的意思 做一番最基本的讲解 没过一段时间 要求学生严格背诵 或是默写一段 这就是考试 考不出来的要打手板 啊 事情很简单嘛 宁义并不打算修改太多 前面一个时辰 他让一帮学生摇头晃脑的 诵读论语 其实读书一直不停地读上两个小时 宁义觉得很痛苦 不过反正这帮孩子都已经习惯了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宁义用前半段开始讲解一篇的内容 然后旁征博影地随口乱砍 说点故事 说点实事 也算是给这帮孩子放松一下 这帮孩子做得很好 虽然仅仅区区三天的时间 宁义已经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课堂上那种为师为上的感觉 眼下的这帮孩子毫无个性可言 误刷个性的孩子最可爱了 他们珍惜读书的机会 不调皮不中二 出点小事 你把人孩子屁股打中 人家也觉得理所当然 简直是老师的天堂 宁义是教得非常舒心 不过区区三天 每天讲点经意 讲点故事 这帮孩子就满足得不得了了 而讲述这些东西 宁义甚至都不用准备教案什么的 随性而走就行 这天开始讲论语中有关 富与贵 世人之所欲也的一顿 从财富的获得方法 讲到为商之道 中间夹杂了一些 君子爱财取之由道 之类的说法与解释 宁义上辈子是干这个的 不论古文 如果单纯要抒发一段感慨 足以拿到现代大学里 去给博士生讲课 但眼前是一群不足12岁的孩子 随口提几句 他便不再多说了 只是例举几个小例子打趣一番 随后说到胡元诗会的六传联法 再又说到赤壁之战 开始给一帮孩子说起了赤壁的故事 这年头有关三国的故事 主要还是承受的三国制 宁义没读过 讲的是三国演绎的套路 现代又经过各种文艺作品的润色 趣味性与意淫度十足 从曹操八十万大军南下到周瑜打黄盖 草船借鉴 连平日里就没听过多少故事的孩子 满脸都是红扑扑的兴奋不已 不时发言 先生 先生 接下来呢 说到一半 这帮孩子才安静下来 因为山长苏崇华正走到客室旁边 背负双手 面无表情地站在那 但即便是这样 也改变不了一帮孩子脸上那兴奋的神情 宁义既然已经说起来了 自然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而分心 继续一路说下去 待到接近中午时 方才说完火烧连环传 苏崇华就一直在外面站着听 也难说清楚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表情 宁义说完故事 在沙盘上写下比较喜欢的一首诗 杜牧的赤壁 折几尘沙铁莫销 自驾摩喜任前朝 东风不语周郎辫 同却春生锁二桥 教课没有黑板 写起东西来很不方便 宁义如今对教师事业有几分热爱之心 一边写一边想 自己应该发明块白板什么的 拿探笔写写 也比沙盘好用 他写完之后 一帮学生忙着抄在纸上 走出门外 苏崇华引了上 没什么表情的脸上 也露出了效忠 贤侄高才对三国魏敬史竟有深入研究 风才那故事 想是取自陈寿的三国吧 若是秦老在这儿 说不得要把宁义骂上几句 说他瞎掰胡周 误人子弟之类的 实际上真正的三国志 哪有这么精彩啊 比如草船借鉴一截 其实呢 是孙权开了船出门 转有被鉴射 船身的一边被射的鉴太多 差点轻负 于是孙权下令将船掉头 用另一边去承受鉴势 才能让船身取得平衡 扬长而去 宁义只看过三国演义的电视剧什么的 苏崇华也没有看过三国志 方才在后面将宁义说的故事当作说书来听的 听得过瘾 这时候过来赞他学识渊博故事引人入胜 不过赞几句话之后 却也旁敲侧击的提点一番 不要对这帮学生这般客气 如果宁义此时已经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学究 对方大抵不会说这些 只不过他眼下看起来只是二十出头 嘴上没几根毛便需要对这帮孩子严厉一点 方写失道威严 显然对于宁义上论语课却讲三国是不满意的 特别是讲得那么生动 俨然茶楼说书 宁义点头受教 谦卑恭敬 转过头只当是没听见 随后苏崇华邀请他在书院吃午饭 一般来说 普通的小门小户每日都是吃两顿饭 有的两顿都吃不起 不过苏家家底雄厚 还是多加了一顿午餐的 只是不正规 有时候也用糕点代替 宁义婉拒掉对方的邀请 一路回家换了衣服 随后拿给小禅 预备洗净之后送还秦郎 药盒里的事情却没跟他说 免得他大惊小怪地找一堆药给自己吃 宁义在书院上课这几天 小禅已经不是随时都跟着他了 上午空出来处理其他事情 道德下午便又去秦淮河边下棋 其实秦老也是个怪人 宁义以前就觉得他多半当过官 今天早上去到对方家里便更加笃定这一认知 那家中许多风格摆设是不可能是普通人能够有的 再加上谈吐与野剑 这样的人居然每天跑到河边摆旗摊 倒也真是奇怪 今天过来的时候 早已有另一名老者在这里与秦老下棋了 老者姓康 与秦老年龄相仿 家境英识 老太爷做派 出门穿的是金碧辉煌 带着两名小司 两名丫鬟开刀 这家伙样子严厉 嘴巴也比较刻薄 不过其力甚高 每次见到宁亦都要批评他的齐鹿 简直下流 毫无君子之风 岂可这般似缠弹打 小贝可恶 一转头便将这些齐鹿吸收过来 稍稍修改之后与秦老大战 其实秦老段数比他更高 将一种新思路吸收之后 改得毫无烟火气 宁亦来这里也见过不少人 普通人 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孩子 或者是受过一些教育 但仍旧思想僵化的人有很多 要说迂腐也好 敦厚也罢 眼界与思维方式 的确没有现代人那般灵活 但是道德高层 却不比现代人差 例如秦老 口头上不说什么 心里却是自然而然地 在消化他觉得新奇的东西 思索其中的想法与原理 这姓康的老头 这姓康的老头则是满口 礼仪廉耻 仁义道德 但真下起起来 仍是心狠守黑 万事不拘 当然 若非宁毅秦老这些人 或许也看不出他心狠的地方 他只是比秦老有差而已 比之普通人仍旧要高出许多的 秦老与几名棋友 最近时常研究宁毅的棋路 毕竟是突然看见这些新奇下法 还是有研究的价值的 宁毅对老人并没有多少谦让的想法 有时候不搭理康老的吹胡子瞪眼 有时候呢 则与之说上几句 你这老头说一套做一套 不是好人 这步骑你敢下下去 你下下去 下下去试试看 平日里啊 大抵没什么小辈 敢跟着康老顶嘴的 两人在其他边 小小地吵上一场 秦老在旁边 笑上一阵 若是康老与之对局 他便会说 李恒说得有道理啊 若对手是宁毅呢 他便帮着一同声讨 宁毅这首旗太不光明正大 不过即便吵起来 彼此恶意倒是没什么的 康老最初的确是把宁毅 当作无知小辈来训 随后便也明白过来 这家伙确实是能作为对手的人 对方也是完全自然没把自己摆 摆在小辈的位置上 不管怎么样 这康老过来之后 总有一壶好茶带过来 还让下人带着自己的茶具 带茶叶 带茶水 丫鬥魅便便在旁边的茶摊的桌子上冲泡好 宁毅过去也不客气 自己拿了一杯 搬张凳子坐到棋盘边 片刻后喝了一口茶 噢 康老要输了 老头儿正在心中算齐 闻言眉毛一挑 你这嘴上眉毛的小子知道什么书呀 喝老夫的茶还敢说这种话 哼 老夫已有妙招 他举起手要落紫 宁毅轻咳一声 老人的手立刻停住 狐疑地看了几眼 又收了回来 宁毅又喝了一口茶 这杯茶就值这么多了 嗯 这什么茶 哎 孤陋寡闻的小子 真是抱恬天物 子竹有听过吗 秦老也在那边品茶 这时笑道 雇主子损 好茶 只是此事当节捧住 确实有些可惜了 早知你这老头 今日带死茶过来 这盘棋啊 是该回家去下的 那康老却不在意 这时候终于想好一招 伸手落下棋子 茶就是用来喝的 大家齐性正浓 又是志同道合 于是一同将这茶喝下去 才是最重要的 茶只是死物 为取悦你我而生 你我觉得它可堪入口 它才有价值 何惜之有啊 康老这话说起来 蛮有气概的嘛 想个大人物 什么大人物 老夫 这位老夫 你输了 宁毅拍拍他的肩膀 笑着站了起来 这时候秦淮河边风景宜人 他端着茶杯走开 后方秦老也已经笑着落子 康老说道 啊 岂可如此啊 哈哈哈哈 原来看明宫你今日带来好茶 我本欲蒙困几手 投放一局 可是这繁华气概凛然 君子相交 正该如此 老朽倒也不愿矫情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康老对于自己又带茶来又输起 明显不满 但横竖输了 认还是认的 将宁毅叫过来 大家将这棋局做了一次复盘 随后还是康老与秦老想 期间秦老说起宁毅早晨为旧人掉河里 还被打了一耳光的去世 宁毅啊 免不了被康老兴灾乐祸的嘲讽一番 之后听着两个老人说起最近北边又被撩人禁犯的事情 秋末的阳光还算明显 秋末的阳光还算明媚 但下午情怀和尚刮起了风来 这局旗下完时间也是不早 大家就各自回家了 由于这天下午吹了半个下午的风 第二天早上起来 宁毅觉得脑袋有点昏昏沉沉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赶紧